好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就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延長 對於台灣貿易的壁壘調查 要到明年大選的前一天 這個時間點有點敏感 那麼也符合學界普遍預期說 關鍵在於台灣如何反應 因為很多學者就有說 如果不好好處理這件事情 那麼未來倒大煤的 可能就是台灣的經濟了 更多內容我們交給倩涵 的確 接下來會衍生出 非常多的問題 包含像是經濟部 一直在跟全民喊的 我們什麼時候要加入CPTPP呢 會不會因為這個大陸壁壘調查 而沒有達到一個妥善的結果 而以至於我們沒有辦法加入CPTPP 這些都是接下來要看的 那我們再來幫大家整理一下 包含像是大陸商務部 它是在9號禮拜一的時候宣布 將台灣地區對大陸的貿易限制措施 也就是進行貿易壁壘的調查期限 延長了整整三個月 到明年的1月12號 這一天就是總統大選的前一天 那這次呢大陸的貿易壁壘調查 台灣的商品也從原本說好的 只有2455項提高到了2509項 所以現在的話是2509項 那這裡面其實不是只有農產品 漁產品等等 也包含很多的產業界 特別是傳統產業 像是五礦化工 還有紡織品等等 那當然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學者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 其實學界普遍認為 這個貿易壁壘調查是一定會成立的 但重點就是成立了之後 中國大陸要出什麼樣的招 而台灣的政府又要如何來接招 像是淡大兩岸研究中心的主任 張五月他就分析了 他認為接下來中國大陸 一定會採取必要的反制 只是說這必要的反制到底力道如何 他認為有待觀察 他覺得比較有可能的 會是從ECFA539項的早收清單裡面來下手 那中國大陸出的招有可能會是什麼呢 包含像是中止部分的產品 又或者是全面性擴大了 是全部的優惠關稅都降到了零 這件事情給取消了 又或者說切香腸呢 也就是可能會有好幾波好幾波的禁令 或者是關稅為零的這件事情取消 那也是分產品分階段分時間 但是張五月認為 這跟廢除ECFA是大大的不一樣 最主要我們還是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ECFA全名叫做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它裡面涉及的範圍實在是太廣了 也就是說不是只有一些進口物品 農產品 漁產品這些進口物資而已 也包含像是雙方的貿易 還有投資以及產業界的合作 還有爭端解決 也就是ECFA裡面只有其中一環 可能會跟產業界他們輸入 輸出什麼樣子的產品有關 可是對於一些投資案 對於一些貿易的往來 還有產業界的合作 這些也都包含在整個ECFA的架構裡面 所以他認為如果中國大陸要貿然終止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嚴重性就很大了 因為這象徵兩岸不管是在經濟產業 是全面性的脫鉤斷裂 我們就用數字來幫大家舉例 ECFA為什麼會被說是會台政策呢 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在這邊 大陸在台灣在台灣的部分 每年出口到中國大陸 大概可以減免大約8億美元的關稅 那反觀中國大陸出口到台灣的話呢 大概是減免1億美元 所以我們這樣子簡單的數學來看 單純來看這個數字 一來一往就差了8倍 那張魯岳就分析了 如果中國大陸最後只有 重新加徵關稅的話 其實對於台灣來講問題會比較小 他認為影響比較大的 會是中國大陸接下來會不會採取報復性 也就是禁止進口 他認為這件事情的影響才是比較巨大 接著我們要來看啦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貿易力的調查延長 會不會變相衝擊台灣加入CPTPP呢 大家如果跟我一樣 今天早上做功課的時候 有上了一下經濟部的國貿署的網站 你點進去之後 點進口大陸物品的查詢 他就會跳出一個視窗來 告訴你這裡面的代號代碼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裡面就有提到了 中華民國輸出入 在貨品分類表裡面 這個MW0這個代號 就是我方政府對大陸的物品不准輸入的項目 就是有2509項啦 那這個部分是遭到了經濟部標註說 大陸的產品2509項不能進口到台灣 所以就是因為這一點被中國大陸視為是違反WTO非歧視的原則 那前台大國發所的副教授杜振華他就說了 如果中國大陸是以貿易壁壘這2509項的產品反向 也就是說現在是我方不願意2509項大陸商品進到台灣嘛 那如果反制反向呢 也就是當大陸他們也針對這些雷同的2509項的商品 禁止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話 他認為產業界會非常有感 而且特別是傳統產業 也有可能會引發失業率的增加 不過學者分析啊 這麼大樣的動作 中國大陸應該不會在選前的時候發生 他認為比較有可能會是在明年 也就是假設綠營當選之後 那就有可能落在明年的520就職典禮之前 也就是從1月到520之前 這一個時間點他認為甚是關鍵 因為有可能就會來自中國大陸另外一波的新壓力 那另外呢 包含像是前陸委會的副主委他也有提到 跟剛剛張五月學者提到共同的觀點 他們都認為大陸應該不會置於全面性的中止ECFA 可是可能會以切香腸的方式 慢慢有點像是零遲產業界的感覺 那這裡面的話他有可能會是挑早收清單 也就是說調回原本的關稅不再有會台政策了 而且這樣的條幅或者是針對這樣的業者 台灣應該會蠻有感的項目會被中國大陸鎖定 比方說像哪些呢 像是工具機像是化鮮還有石化產品等等 所以我們也幫大家整理 這也就是為什麼經濟部長王美花 他在雙十廉價之前可能已經聽聞了一些風聲了 那等到中國大陸在10月9號的時候宣布的時候 其實就在廉價前夕 那王美花經濟部長他也有找了石化紡織 還有機械等業者來進行座談 有一些在中南部的 沒有辦法那麼及時來到台北的話 沒關係他們也是採取線上的會議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經濟部算是及找這些業者 大家好好來坐下來談 應該政府要幫大家出點什麼樣子的力氣呢 其實在這邊很多的產業界也表態了 他們希望政府能夠幫大家爭取加入CPTPP 或者是簽訂FTA有所突破 不要像現在好像兩岸或是跟其他的國家 目前都被陷在一個僵局裡面 因為其實有學者分析 大陸貿易壁壘如果台灣不做解決的話 那接下來台灣入CPTPP恐怕會有難度 就是因為現在CPTPP裡面 雖然還沒有中國大陸的加入 可是包含像是日本 它是一個主導國的地位 那其他的會員國也會看 你這樣對待中國大陸 有一些可能在進口商品 或者是貿易上面比較不對等 不平等的 那為什麼台灣不跟大陸自由貿易呢 這件事情你必須要透過這一次的 大貿易壁壘調查跟全世界 很多的會員國講清楚 那也就是當台灣有做了一些動作 有釋出了一些回應之後 那中國大陸如何來接招 這樣的一舉一動 其實會讓比方說CPTPP裡面的既有 會員國看到了之後 或許就願意加速CPTPP的進程 這個是學者的建議 那以上也是幫大家整理的財經預報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 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 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有推薦碰 按下單 指定 時刻印度 也許可動 調理 時刻印度 超常 並不及 單手